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古代的女性晚上是要化妆的 你们都是白天化妆 晚上回去你们卸掉 古代女性不是 她叫晚妆 所以她晚上睡觉之前 她要化得非常漂亮 她才能去见她的夫君 才去睡觉 那么这样一来 你们会想 她的皮肤会不会很糟糕 会啊 会啊 卸妆对不对 不会 因为他们用的所有的化妆品 都是用来美容的 护肤的 我们现在如果粉底在脸上 你不可以睡觉 但是他们要把脸涂得非常白 那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还有腮红 但是呢 这些都是对皮肤很好的 因此呢 她就相当于 她抹了一个睡眠面膜 那么早就有睡眠面膜 对啊 睡眠面膜的由来是不是啊 我们不要以为 睡眠面膜是现代人的发明 我们的古人 一直都在用这个睡眠面膜 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 所以我一直想 应该把这些古方恢复出来 然后我们也做一个 让大家可以睡觉磨的 向古人学习 我先讲一个概念啊 就是我们的古方虽然非常多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 我们现在都可以用 原因是什么呢 环境不同了 我们现在的人皮肤不同了 可以说 我们现在的人皮肤 比起古代人来说差远了 我们的皮肤屏障 彻底被破坏了 所以古人的药方 那种美容方 他们敢把什么有毒中药 都往脸上招呼 那我们是不敢的了 因此呢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要挑选一些非常温和 安全 适合现代人的才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要拿出这些来的原因 这是去搬用的橘子叶 柿子叶 柿子叶 柿子叶也能去搬啊 那刚才你又说到橘子叶 可以去搬 那柿子叶到底是吃哪种 柿子叶和橘子叶 有什么不同呢 我就不推荐你把橘子叶 抹在脸上 它只有那幅 才能疏干里去 而柿子叶呢 我们就可以 记那幅又外用了 一个是最顽固的斑 就是黄鹤斑 黄鹤斑 它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因为 我们的皮肤下面 形成了一种叫 棕色小颗粒 用术语呢 它其实呢 就是一种 过氧化 超氧化的一种 脂肪粒 而柿子叶呢 就可以调理这些问题 那要喝一点 第二呢 就是它淡化这个色素 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熊果干 机场在那个节目里面 听到那个保养品里面 对吧 熊果干是美白 那是在柿叶里面是吗 对了 在柿子叶里面 就含有这个 美白的熊果干 可是呢 现在我们说实验发现啊 如果你是提取这个熊果干 单纯地使用的 效果其实就没有 直接用柿子叶的提取物 效果好 原因是因为 在它里面 还有其他的成分 比如有些黄铜类成分呢 所以呢 它们协同作用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 美白和淡斑的效果 是优于熊果干的 看啊 我这个是双湿叶 那以前呢 讲究就是入药 要用就是金霜以后的湿叶 它掉下来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我有一个去斑膏 我们要把这个柿子叶啊 你要把它碾碎 这个非常好碾碎 然后我们要用一点 医用凡士林 你去药店买 药店买两三块钱买一大罐 那么就把它 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里 割水加热 现在你看 凡士林一割水加热以后 它就会变成 像水一样 像液体一样的东西 对了 当你看到这个油 有一点点颜色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滤出来 陈医生一样 那我帮你打下手吗 可以啊 OK OK 好 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 它就会凝固 用这样的一个霜状的 那是怎么样 就磨脸就可以了 就这样就可以磨脸了 它保质期能保多久啊 我建议你是 大约是用一个月左右 就现煮一点 对 现煮 因为这个我们是没有添加 任何的防腐啊 一种措施 所以你要放 所以它就是 放在干净的地方 纯天啊 它已经凝固了一点了 就是你看上去抹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看上去像蜡烛油 但是抹上去油 它其实吸收很好了 对啊 马上就融化了 就是它很润